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邱启文至基隆拍摄民事街当新戏大时代,而时序进入初夏,气温动辙飙迫摄是30度,让戏中长穿四层厚重割载戏服的邱启文咬紧牙关拍戏,他曾穿住戏服一口气拍上10个小时,为了预防流汗脱装,拖累拍摄进度,在拍戏现场准备了6台小型电风扇, 一休息就猛对住脸上吹,一台煤电再换下一台,邱启文在剧中饰演50、60年代小蛋,上戏都得穿上四件衣服外加厚实腰风,十分闷热难难,尽管剧组备有工业用打型电风扇,为了保持妆容完整,他仍自备电风扇,同时他为预防变黑,我在现场就喝很多水, 没拍的时候就躲屋檐下,然后不断不防晒,邱启文为了美白猛躲太阳,却不小心或从口入,邱启文没注意九层塔吃了容易晒黑,他吃下度后,拍摄外景不到半小时,在有撑伞的情况下竟然黑了一度,让他赶紧求救,要灯光师特别把肌肤打白一点,不是耍心肌窝,是要让肤色看起来连细拉, 邱启文饰演武时,六十年代小蛋,模样十分俏皮,爱迪声传播踢宫,邱启文在基隆出外景,现场没遮蔽雾,炎热难难,爱迪声传播踢宫,邱启文在拍戏空道,拿柱子被电风扇猛吹,避免流汗脱装,爱迪声传播踢宫,